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刘老师太心急了 这个有可能大家认为他因为好久没重大比赛上亮相 所以就是感觉他反应会比较慢各方面 所以说走棋可能会更加积极一点 而李大师他的因为功夫是非常过硬的 当你稍微欺负他 他肯定是要抓住机会反咬一击的 对 李老师应该是说在八十年代是在奇谈 也是风鸣一时的一个人物 他曾经试获全国个人锦标赛冠军 也是第一个将个人锦标赛冠军跨过黄河的棋手 就是北方棋手 就是先开始棋手都在南方 尤其是胡老师领衔的南方阵营 后来通过李老师的努力 把全国冠军得到北方来了 他的棋风也是非常缜密 尤其擅长终局的计算 对 我小时候听张强老师说叫巨蟒缠身 有这么一个外号 我们继续来看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这个是不是很少见 更多的是走向三进五 我估计这盘离职考虑的也是 如果走向三进五的话 红方可能因为是流行固局了 毕竟离职就是最近这些远离战场 对 是 马八进七 但是你给马八进七一个总的评价 很多业余奇迷也来问 这个马八进七比向三进五 为什么大家都不走 应该说马八进七就是比较少见吧 其实走还是能走 走还是能走 从七里上来说还是能走 大家都是特别爱选择 飞向和跳边马这个结构 然后再出横须 对啊 飞向跳边马就更流行一点 那是不是这个相对死板一点呢 这个也不一定 接下来也是有很多变化的 是吗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这个比较少采用 马八进三 可以的 巨九金一 这实战是走的巨九金 我为什么刚才就是说 这变化也是挺多的呢 因为在这时候 巨九平 很多起手还会爱采用 足三进一 直接强挺三足 对 这样起足啊 这样的话 马八进九 才是马八进九 在足三进一 在巨一平二 那跟飞向和跳马 有什么区别呢 好像飞向更灵活吧 飞向 飞向是 对 确实下的布局已经比较多 飞向 对啊 对像这个过来呢 就是把变化 就是走得比较 简洁了 几下就是 肯定是 红方要 巨二进四吃回来 是吧 就是限度清洗 让红的好选择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是 那黑鸡能不能 G908这么出呢 是不是有点愣 G908 G908好像 是不是有点慢呢 对 我就觉得 是不是有点愣 一会他没有 最主要他没有 对对居什么的 对对 是 就这个骑行 可能对于黑的 这个足底炮来说 不太搭 对 是的 因为不太 因为我原来 也是在纠结这个 为什么大家都去 向三进五 没有人去 马八进七 这么正起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觉得 因为这马八进七 和G908有点 有点 还是有点死 在这个骑行里 有点死 对对 是吗 来我们继续看 G901 李子走的 G901 我G901 你跟李老师 下过棋吗 我跟李子 没有下过棋 没有下过棋 不是一个实在的棋手了 对对对 我出道以来呢 他也参加了 就是像碧桂园 这些冠军邀请赛 但是呢 我都很巧的 没有跟他分到一组 对 接着 G90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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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八进七 所以这些碧桂园 能有这些老的棋手来 参加比赛 也是对象棋的一个推广 对对 拨八瓶酒 拨八瓶酒 红队也拨八瓶酒 也拨八瓶酒 黑的相三进五 补一个 相三进五 双方下的有本有眼 这个还是比较 正常的 本正的 马尔基斯跳 对 我们刚才说到 就是李子虽然九输战争 但是呢 他因为对骑的 骑行的感觉 包括骑的功底 所以说 他只要慢慢的去思考 他这阵型走的 肯定是没有问题 确实走到现在为止 黑方的阵型也非常稳固 这样其实跟内杆比 他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对啊 对吧 这样的话 黑方还能再走一步 这样我就能找到欺负 对对对 就能找到欺负 并且还能再走一步 比如说能顶个足 再能推进 再长一步 他好像速度快了 是多走一步啊 因为你刚才这样是两步起 是吧 因为我们办法的话 就是比比嘛 对对 啊这样的话 就是肯定 因为泡海在这里 就能多走一步 对所以他更灵活 是 因为什么 我认为中马嘛 索性的中兵 肯定是可以让红旗打的 对对对 所以你饱不饱 也不那么吃劲 是 是 时间钟走的 泡就不用 对 黑的 拘金一掌 对 红的 不是 黑的 拘二进四 哎 拘二进四 接下来 黑方有 逐三进一的起 对 红的拘二进四 拘二进四 这都比较文正 嗯 这是红的拿着这个老办法 对付黑的那套办法的 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棋 可能没人下过 对 这个是比较少 对 实战中 黑方走的是 拘一拼二 这个时候 假如说有些棋 又说 我直接拘二平三 吃进去会怎么样 是吧 拘二平三 假如说你像七斤九 它就拘三平二 白吃个冰 还吊住你的拘 这样显然是 黑方应该说 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它会不飞 它就直接出拘 出拘是吧 对 像给你吃 你吃了我 是吧 你打 把料 这样红方子比较活 对 我非常活 我马六斤四一跳 非常活 是这样 对 这样红的好 这个像 吃完了黑的 得不偿失了 对对 这个 像这样的情况 也是我们 企业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 对 经常遇到的 对 经常遇到的地方 实战中 黑方走的是 拘一平二 拘一平二 他就是接下来 想要吃冰了 对 他不想让你拘九平八 亮拘嘛 对 像七进九 像七进九 只有看啥 这样黑的 黑方走了 竹三进一 他怎么抢的呢 竹三进一 他估计就是 他非常想吊住 红方的巨马 那他为什么不 竹七进一 先拱一个再走呢 竹七进一呢 确实就是比较稳了 对 要我就肯定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是稳一些 下朝期还可以走啊 下朝期是还可以走 但是红方有可能会走 炮六进六 打马 然后马六进五 就不让你这个拱足的机会了 他先交换了 是吧 我给你机会了 所以他先走竹三进一了 是 但竹三进一呢 应该说是逼着红方表态 对 这是必须要吃的 客观也是体现出离职 虽然我们刚才说 他九输战人 但他是想赢的 他每次出来参加比赛 你看他就第一盘棋 心态非常好 心态非常好 求胜 但求胜也 欲望也是非常强 对 因为那个作为棋手来说 只要坐在棋盘前 就牢有那股劲 对 无论他是年龄啊 各方面啊 什么情绪啊 他坐在那他就想赢 是 他拱足 被拱掉之后 他就继续自己的手段 足七进一 他想实行自己 马七进六的手段 红方呢 拱要平四 这显然是不能 让你马七进六 对 关注马口 这样黑的不是了 黑方还是不是 还是瘾而不发 就是不吃你这个兵 我觉得这个风格 应该是离职挺擅长的 对啊 离职挺擅长 比较内功的那种 对对 但是我感觉 因为离职九叔战争嘛 所以说思考棋的速度 会比较慢 对 估计像这么精确 精美的棋走出来 他要花大量的时间 离职本来好像就是慢棋 蓝也是慢 对对 来 红的 冰三进一 对 红的向七 向一向 给军先找根 他不能冰三进一 直接冰三进一 他马七进六 他马七进六 是吧 这样的话 黑方也是 按部就把飞了 红的 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 吃掉 来 这样黑的向七进五 补像了 黑的向七进五补像 红方走 红方走 拒绝平六 红方的 赵国荣特技大师 也是 基本荣非常扎实 不慌不忙 有大力推土机的外号 他就是把自己的阵型 走得非常稳固 然后慢慢地推进 是属于这样的风格 出机会 你就跑不了的那种 对对 所以他把大子 也都是放在最 寒而 对 你看这区 虽然前面有两个字挡着 但是直逼那个马 对对 阴阴阴阴的 指不定几照期之后 就用不上劲了 是 黑的 炮的最一 红方 居三平四 还是为自己 进攻做好准备 这样黑的足一进一了吧 走足一进一 红方这个时候 走了 炮六平七 对炮 因为 他暂时也没有 别的起好走 对 都没有过和 黑方的阵型 虽然有个高项 但是他还是挺结实的 他希望能够 推过对炮 来发展自己的指令 这个时候 黑方可以走炮三进五 对交换 这是个大交换 大交换之后呢 他可以走巨二进五吧 我觉得双方都可战 一个平稳 挺平稳的 这样应该是平稳的局面 对是挺平稳 你看虽然黑的阵型 两项不好 红的两项也很一般 对对对 对这是平稳 那离止 实战中离止可能 还是想保留变化 这个就是体现出离止 当年的那种风格 就体现出来 我就是想迎起来的 是吧 保留变化 是吧 跑三平一 跑三平一 但是这个呢 可能确实把指令走偏了 对对 接下来 在走偏之后 红方也就是 展示出自己 灵力的风格 然后就居四进四 马就一点 这样有点麻烦了 这个时候 黑方可能还没有危机感觉 他再走了足一进一 他以为红方在兵九进一 他居要平一 他这边还能折腾折腾 但是红方就没有给他机会 马三进四了 对 红方这几个子挺快的 对啊 这个棋到底他想怎么进攻呢 是吧 他这个 黑方再看一下他 试探一下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等炮五平二之后来不及了 炮五平二 这是好手 对啊 这是好手 非常强有力的进攻 对 瞬间你就发现 黑旗右边的走 全都过不来了 对对对 这样炮就退一了 炮就退一 对对对 他走了炮七平三 对 这样 然后 这七路马的压力明显的 加大 对对对 狐奇若干个走 都能奔着黑旗这七路马来 对对对 主要是底线出故障了 这样不好手了 他走马四进二 又是非常巧的手段 然后 鞠二腿二 对 这个时候又马六进四 又跳一个马 对 赵老师得力不饶人 得力不饶人 对 这个时候 守不住了 就马 主要是底线 这个像有问题了 对 你看这六路鞠 一下就露头了 对对 就露出来了 投入到战斗当中来 这样出关了 换了 吃了 马二进四 红方走的也是非常简洁 马二进四 眼看着红方要跳卧槽马 黑方只能忍痛割哀 吃了 一句换 但这已经败了 这就败死了 丢紫了 这样把接下来的几步 给大家摆一下 对对 炮二进五 他击二进五 然后他炮二进四 炮二进四 他准备G四平六 对 炮九平七 黑方炮九平七 换了 红方一看换了够赢了 下来 就不用思考了 对 是 对这样主要是吃相了 G四平三 G四平三 这样G二平五 相丢了 吃掉 这个棋呢 假如说像在这里 那还是和起 对 很可惜是 像在这里 是 来不及了 那肯定也是赵老师算准了 对 赵老师肯定也是算准了 这样 他就走这个 然后吃掉 对 这样就败了 这样的话 黑方也就任负了 因为单缺像 我们知道就是 据单缺像 肯定是守不住 双举摄像权的 对 这一盘呢 应该说在布局阶段 离止还是发挥出 那个扎实的功底 就是在新颖的布局当中 走的也是 阵性也非常好 很可惜在最后 就是走的过于保留变化 套三进五对炮的时候 没有对炮 是吧 那李老师呢 在不下棋之后呢 也是担任了河北之业 对 河北之业的一个老总 是吧 对对 我们也希望呢 他有时间呢 能回来多参加 参加我们的象棋比赛 凭着对象棋的热爱呢 让我们呢 也在欣赏 欣赏他的风采 对 那好 那这盘棋 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 接下来看另一盘对局 好 欢迎您回来 接下来呢 带给您一盘 蒋川的赤诈 对对 这盘棋呢 也是碧桂园当中 我只先对阵 胡荣华老师的对局 在这盘比赛之前呢 胡荣华老师是三连胜 匹马领先 当时把我们 就是年轻棋手都是 对 不是把你们年轻棋手 是我在那个新闻报道上 看的都看得有点惊了 对 我们一边看 棋一边 确实在前三盘当中 胡老师走得也是 发挥得非常好 对 我看棋了下的质量不错 非常高 对 这盘棋呢 因为我也顾及到 胡老师状态这么神勇 所以我也是希望 能够稳中进去 就我看他下的挺稳 并且用自己 比较擅长的 就是中炮布局吧 显然很重视 对对 我老师也是今天 刚刚过完七十大寿 对对对 还能屹立在战场上 战场上 已经很不易了 并且还取得 这么辉煌的战绩 对 都是一个神话 我觉得 对是 黑的 继续比较 继续比较 胡老师走的是竹三进一 他可能是顾及到 我会走兵器进一过河区 就走成特别凶的变化 对 这半期我估计胡老师的指导思路呢 他就是先避开我 选择就激烈布局 对 因为可能激烈布局 就是流行变化 更要被棋谱 我看好像现在的棋手 就是年轻棋手 喜欢被棋谱 对对对 稍微的 就是老一点的棋手 现在可能是因为 不太喜欢被棋谱 对对对对 因为时间啊 精力啊 各方面他背不过小孩了 有没有这个原因 另外也是 他对自己的中产 也是充满信心 对 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对 那你怎么应对的 实在我走的是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那你也挺稳的 对 中炮进三兵 还原了 对对 中炮进三兵呢 应该说也是 就是我们很流行的一路变化 正常的走法 黑帮应付多的话 是走足一进一 接下来 红帮有可能炮八平七 马三进二 五七趴 五八趴 各种 对 这样的话 接下来黑帮有像三进五 马二进一 足一进一 等多种下法 都是比较可战的 但是由于足一一 可能就形成 我们刚才说 比较流行的变化了 而胡老师 平时可能棋谱 看的比较少 然后呢 他又对自己的中产 非常有信心 所以他又选择了 一路比较少见的变化 我觉得老有老一代的棋手 考验考验你们 也是好事 对对对 是 胡老师确实 他在当时年轻的时候 获得辉煌战绩的时候 他也是 就棋风非常灵活 每盘棋都是 走得非常积极 对 我觉得挺考验人的 是 我走了 巨二进六 这巨二进六 很常见吗 巨二进六就比较少见了 这巨一进一 我当时见过 是 因为在这之前的 就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胡老师执黑旗 执对着另外一个特级大师的时候 也走过巨一进一 同方走的是 对 炮八进四做一点 是吧 对 当时黑方马三进二 我们炮八平三 飞行 像七进五 黑方巨九进一 这看上去挺稳住的 对 那你是不想走成这个的 看完 当时因为是这样 他祖三进一送是吧 祖三进一送 这好像有正确 这半棋就是 黑方走得非常漂亮 胡老师走得非常漂亮 今天在最后获得了胜利 所以 你也逼开老师 我也顾及到 碧其风 胡老师这么有信心 是吧 并且他走这个 是像 我看他就是说 欲望 求生欲望非常强 是吧 所以我顾及到这样的话 我还是走得比较稳 巨二进六 巨二进六 黑棋能不能走 胖二进一呢 胖二进一的话 因为你过会 对足的话 我绝退过来 不是特便宜 不是特便宜 所以感觉 没什么意思 毕竟我暂时 肯定不能吃 吃的话 这个是比较弱的足 这个时候呢 胡老师经过思考 他走了巨一瓶四 我走 胖八瓶七 这样他不能 再马三进二封了 是吧 马三进二封 其实也是可以的 马三进二封 我有可能会 马三进四 然后就下场 踩中兵 夺中足 应该说 也是可战 但胡老师 他走的又是 不拘一格 他走了 巨四进四 我觉得这个不拘一格 有点猛 对啊 他这个想法也确实很好 他的意思是 我如果拘九瓶八 他也确实如 是这么下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如果走向三进四 如果稍微一软 那他就 泡平四 先手 我姿势什么的 他就飞向 这样 黑方的阵性就非常稳固 也挺舒服的 是吧 对啊 他的阵性也非常稳固 这个可能就是 这是比较理想的 当时的理想的下方 这个可能 他也是轻敌了吧 我估计 因为走到这里 这个时候 我也经过考虑 刚才就是 如我们摆的 如果向三进一 就能让黑方 从容的把阵性调好 所以我这个手 也是刻不容缓 我就走巨八进六了 这样的话 你在泡平四 我就巨八瓶六 卡住了 是 胡老师一看 这个泡平四不能走 所以他就 巨四瓶七吃病 这个时候呢 我经过参考 这部棋当中 有一部非常好的棋 就是巨八瓶六 嗯 吃马 就黑鞋这马 有点尴尬 马非常尴尬 假如说你走马四进六 那我肯定是吊住了 是吧 对 退居 对 你如果退居的话 我接下来 有可能冰七进一 冰七进一 就是这一路突破了 是吧 所以这个 觉得这巨 还是有点绕弯了 巨还是有点绕弯了 哦 那你捉马 捉马 对 捉马 黑鞋就是 有点尴尬 马位比较尴尬 对 他走这个 马四退六 这么迂回 对 那你怎么攻的 我走的是 向三进一 他进一不拘 对 这样他退居 进不拘 我为国居留道 我这时候走了 冰九进一 这个有时候 清风注意这个 对手的骑行 稍微有点不对的时候 你也不用特别急 是吧 对 就稳步进取 让他自己调 是 对 你越打他 他可能越舒服呢 是 是这意思吧 对对 所以这变得基因 也显出 我觉得也显示出 这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 因为我从大局势来说 我感觉自己这个棋 比较划算 虽然我这个马比较弱 但是我双距站在有力位置 并且几个大子都非常有力 所以说我感觉自己只用稳步进去就好了 而且六路马它响调很费劲 对对 这个时候胡老师走了马六退七 这回去吧 这个其实挺巧 他假如说我在按部就班走这个 胡老师就给我来个妙手了 他有个马七退五 他就马七退五 但是这挺明显的 这个双马蹬双距 这个就非常巧了 这要是走出来就死人欺负了 对对对 是 实际呢 我是走的是 第二天 第二天 但是这么一退吧 你看这两张交换 我看黑旗又不便宜了 对对对 是 黑旗走的是 足旗第一 足旗第一 红方跳马 红方跳马 黑的把马囤到中间去了 他实在是不知道那个马怎么跳了 嗯 对对对对 是 黑方跳到中间 但是一囤到中间 马上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嗯 就是象 对对 我当时这么想的 是 你就直接找他那个麻烦的那地方 这象肯定将来有问题了 对对对 那你是怎么选择攻击线路的 我是走的马八斤六 马八斤六 我得蹲 嗯 不过总的来说 黑旗这几个子吧 胡老师这几个子运的吧 嗯 局部看挺巧 但是整体合起来 还是还是有缺陷的 嗯 整体合起来 毕竟马 毕竟慢 绕了太慢了 绕了很多步 对 并且位置不好 效率太低了 嗯 这个我估计就是 胡老师刚开始就那步骑轻敌 就居四进四 没有估计到 那也不是轻敌 可能 你走得太紧了 没有估计到这个 红方能够这个手段这么积极 对 你太重视了 对对 接下来黑方是走 十六进五 红方 并七进一 哎 红方我这时候走的是 G6平8 G6平8 对 炮兵四 炮兵四 我是先抓一下 就是说 看看黑方定位 再把自己马位更活一点 他炮兵四 我都兵七进一 这线好像已经出故障了 嗯 对 是 兵七进一 黑方 红方三进一 只能先避开吧 我 我足 这个时候 黑方走了马七进六 他希望 对 搅乱战局 希望是 搅乱战局 这个时候我走了是 炮七平8 对 炮七平8 嗯 我觉得这块红旗的目标 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底线 争取能出旗 而且黑的不太好守了 对对对 黑的那个右边太空了 是 也就是这个运码造成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黑方假如说 按常理都这样吃掉的话 就是 红方显然就是优势非常明显 对啊 就是左边 那边弄不住了 虽然是背面 但是你要是 对 虽然是背面 但是因为是一方进攻嘛 就是黑方没有反击 所以胡老师 此时还是不干净 走 鞠八进一 鞠八进一 那我也就走得比较简洁 吃掉 对 这样黑的 嗯 炮四平二了吧 它在蓝啊 对 炮四平二 我就走了 吃 吃掉 比较简洁啊 嗯 吃掉 黑方逐七进一 我鞠二进一 这黑方这块的骚扰 没什么用 嗯 是吧 它就是希望你去过不去 对 但是这个 看上去 看上去已经不太好了 对 确实 它走了 炮二进四 这个时候呢 鞠八又有一步 非常巧的走法 就是鞠九平八 对 鞠九平八 嗯 鞠九平八 假如你打过来 实在也确实打过来 只能打了 你是一眼就看到 鞠九平八了吗 我应该 不是一眼 我刚开始计算的时候 就已经计算到这里了 所以说 这个 不过黑方也确实 没有办法 没办法了 就是不太好手 所以它如果马六进四 我就鞠八退三了 它只能打 打了我就 打 它退四 我吃掉 嗯 然后 胡老师 鞠七进一吃 我鞠二瓶四 哦 先手捉 先手捉码嘛 这样怎么办 嗯 假如你只能码六腿四啊 那你不比七进一 挑别的地方 我挑别的地方 我就踩了吧 嗯 他码六腿四 嗯 这个时候确实 我冰七进一 这样的话 接下来 假如说踩了 我抛五进四 就打了 就绝杀了 对啊 就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方也看 没有办法 就认负了 嗯 这个棋呢 应该说 还是布局阶段 黑方那部 拘四进四的水手 造成了自己最后的被动 嗯 当然这个 胡老师呢 因为这半棋 也是丢失了 领先的优势 但是我想 他前三轮 包括这一轮 就是他求胜的欲望 也永远是值得 我们这个年轻骑手 去学习的 对 嗯 能在这个年纪 还能下出 这么精彩的棋局 然后还能跟小将们 来对抗一下 并且都是 他主动挑起战斗啊 是吧 他丝毫就是说 他前三轮都给谁赢了 啊 前三轮赢的是 也都是非常著名的 特技大师 是 对 老老老 老一点的特技大师 给你们小将们 就是重视成都更那个 更强一点 嗯 但是胡老师啊 在对阵我们的当中 显示出的那种 就是非常优秀的 骑士的进攻风格 还是非常明显的 呃 我想这个 他当年为什么能取得 这么辉煌的战绩 也是跟他 就是这种 拼搏 在骑上面的拼搏精神 是分不开的 呃 这番就我得到的 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 呃 当然这个胡老师 输了这盘之后呢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因为他 我 呃 从这次比赛的对局来看 我看出 他就是 对获得好成绩 还是非常就是 呃 充满信心 也非常充满期待 所以说他那个 呃 走的一些棋举呢 也都是 非常 有挑战性 是这样 啊 但是我反正觉得吧 这个老棋手 就是这样 他现在下棋 随心随遇了 嗯 就是境界在那 他也 无视这个胜负了 他虽然说坐在棋盘上 很想迎棋 但是他对那个 胜负的那个概念 已经不再是说迎棋和书棋的概念 对 他们也确实 更享受那个 过程 过程 享受象棋的过程 就是希望能够留下一些更加精彩的对局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就像碧桂园这些比赛里面呢 多有一些这些老棋手来参加比赛 对 然后呢 作为一个尺子 来衡量衡量现在的年轻棋手 然后去学习学习他们身上的精神 对 来把我们的象棋 推到更高的地方 嗯 这些年呢 碧桂园的推出应该说 在一定程度上 对我们象棋 还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 它的奖金也是比较高 碧桂园 冠军达到了70万人民币的奖金 对 所以让我们各位棋手也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 是吧 好 我相信这个随着碧桂园 未来越来越多的举办 包括我们年轻的棋手 还有我们一些年长一些的棋手 也都会对象棋保留着这个 就是热情的态度吧 是吧 更加热情 对 嗯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